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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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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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墨无忌来说 那都是极其稀少的存在 在炼药之前 他必须要将这些药材的药液提纯出来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种灵药 那就是紫色藕丝 别的灵药 墨无忌用赤眼石也许可以提纯出来 这紫色藕丝 墨无忌是半点把握也没 再加上墨无忌准备在问天城开一个单铺 他决定先去问天城看看 在前往问天城之前 墨无忌去过的修真城市 确切地说只有边城一个地方 长落也有许多修士存在 但那儿绝对算不上修真城市 若是说边城给墨无忌的感觉是一种历史的斑驳沧桑 那问天城给墨无忌的感觉 就是一种仙韵缭绕的王者气息 墨无忌心想也许这是因为问天学宫的影响 若是说在失落大陆还有一个真正的天际宗门 那这个天际宗门肯定是问天学宫了 别看他是问天学宫的一个外门弟子 居住的地方也是问天学宫无人问津的外门封钉子去 但他的身份依然让众多宗门的天才弟子羡慕和忌妒 走进问天城 墨无忌更是震撼这里的繁华 他肯定问天城中真正从问天学宫出来的弟子 一万个里面也许不到一个 因为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一条条宽大的街道由若设限般延伸出去 笔直通畅 街道上人来人往 每一个商铺中都是一幅人满为患的景象 墨无忌仅仅是看了几个商铺就知道 自己想在这儿开一家商铺 着实有些难了 不说别的就凭借问天城真正繁华和热闹 那商铺的价格会是多少 说不定真少客也没有问过问天城的商铺价格 墨无忌无奈的摇了摇头 实在不行 就还是将肥炳柱等人接到他的钉子去居住算了 落海商楼 墨无忌一看到这个名字就毫不犹豫的走了进去 他还真没有想到 落海商楼居然有能力在问天城开辟分布 而且在问天城的这个落海商楼 看起来还不算小 占地面积一点不比长落城的差 对落海商楼墨无忌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他的不朽凡人绝就是在落海商楼购买的 还有他身上的炼药设备也是落海商楼的 就是现在他身上还有一块落海商楼的橙色积分牌 请问朋友您需要什么 墨无忌刚刚跨进落海商楼 一名伙计就满脸堆笑的赢了上来 墨无忌不大喜欢这种迎接方式 他也能理解 问天城的确是繁华 这里的竞争一样激烈 我想要看看关于灵草的介绍书籍 同时也想购买一些火焰石 墨无忌说道 墨非前辈是丹师 这伙计肃然其境 称呼都改成了前辈 余气更是恭敬起来 前辈请随我来 墨无忌跟随伙计来到了三楼 当他看见了一排排各色的火焰石时 暗道这次可真是大开眼界 同样是落海商楼 这里的落海商楼 比起常落城的落海商楼 东西好了何止千百倍 赤眼时墨无忌身上就有不少 他没兴趣看 他看了一眼成眼石的价格 每一枚价值一千玄品凝石 墨无忌松了口气 还好 这个价格对他没有任何压力 他的身上 现在第一品凝石就有将近八十万 墨无忌将目光放在了黄眼石上 每一枚价格十万悬品凝石 是成眼石的一百倍 但还好他依然能够接受 随后墨无忌的目光落在了绿眼石上 每一枚的价格是十五万 看见十五万 墨无忌心中松了口气 十五万悬品凝石的价格 对他同样没有压力 看样子 他可以购买绿眼石了 可是随即墨无忌就傻眼了 他跟着就看见了十五万的后面 可不是什么悬品凝石 而是第一品凝石 他身上这点零石 如果购买绿眼石 估计购买不到几枚 就分文不剩了 绿眼石后面还有一种青眼石 墨无忌摇了摇头 连看价格的心情都没了 前辈可要选好的火焰石啊 先墨无忌的目光离开了火焰石 跟在一边的伙计连忙问了一句 墨无忌是连年点头 给我来十枚成雁石 三枚黄雁石 然后带我去看看领草书记 好嘞 伙计极为热情的回答 在他看来 也只有炼丹师才会出手和墨无忌一样大方 要知道 就算是丹师购买火焰石的都不多 就算是购买 也只是购买一两枚而已 绝大多数丹师都会选择地活炼丹 好的地活 甚至比绿眼石还要高级 但是价格和绿眼石比起来 那根本就等于不要钱 伙计带着墨无忌到了四楼 四楼全是各类书籍 包括了功法、法纪、游记和修炼点评 只要你想要的 似乎这里都可以购买到 拿一本你这里 对灵药介绍最全的书吧 墨无忌扫了一下密密麻麻的书籍 放弃了自己寻找的想法 伙计一排凶途 前辈放心 我对这里的丹叔非常熟悉 我来帮你找找墨雪前辈住的陆地灵草 怎么和自己一个姓 墨无忌随口问道 这墨雪前辈是谁啊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这次轮到伙计瞪大了眼睛 他可没想到墨无忌居然没听过墨雪 好一会他才醒悟过来 自己这是不礼貌的 他赶紧说道 墨雪前辈是我们失落大陆最伟大的散修丹师 他开创了无数的丹道仙河 而且也是一名天丹师 不过他成名在千年之前 他成为天丹师后 为了追寻更高的丹道 留下了一本陆地灵草 就离开了所有人的视线 曾经失落大陆也有无数的丹师 呃 天丹师有一些 但是能名垂青史的 只有墨雪前辈一人而已 后来陆地灵草 被很多的宗门列为丹道碧雪 也是很多炼丹师入门最基本的丹书之一 此刻伙计已经在怀疑墨无忌是不是丹师了 他之前还以为墨无忌是要购买一些丹师对灵草的心得评论书记 没想到墨无忌要购买的是灵草最全的丹书 这也就算了 离谱的是墨无忌居然不知道墨雪前辈 我就要墨雪主的陆地灵草了 加上之前的一共多少灵事 墨无忌立即下定了决心 一个天丹师的著作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 无论怎么怀疑墨无忌是不是丹师 对于墨无忌这种客户 伙计还是很高兴的 前辈一共是三万一千一百地匹灵石 墨无忌拿出了灵石卡附完了灵石 连继续逛繁华的问天城的心思都没有 就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外门峰的住处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